2019年武汉网球公开赛9月20日展开资格赛首员争夺 中国选手韩星运、朱玲分别击败对手挺进次轮 本届武汉资格赛共有王新宇、韩星运、朱玲、巡方颖、袁岳和郑清文 6名中国选手获得参赛资格 当日比赛中韩星运、朱玲分别击败法国星星费罗 加拿大选手达布罗斯基闯入资格赛次轮 其余4人遗憾止步 在今年武汉公布的正赛球员阵容中 包含11位大满贯冠军得主 9位现任及前任世界第一 3位WTA年终总决赛冠军得主 像每年 我们有世界中一位球员 还有世界中二位球员 Barty和Pliskova来赛赛在武汉 他们坐在1和2位 中国选手方面 王强、张帅均凭借世界排名 占据单打正赛席位 刚刚跻身WTO首尔战四强的王亚凡 递捕进入正赛 彭帅、王兴宇持外卡参赛 根据当天的抽签结果 首轮对决中 赛会8号种子王强轮空 彭帅对阵西班牙选手 两届大满贯冠军得主 穆古拉扎 张帅将挑战2017赛季 每网公开女单冠军 四地分私 王兴宇、王亚凡 则分别迎战杰克名将斯特里克瓦 及资格赛晋级选手 我们也看到一个继续增长 中国的球员 在这场赛 我们有五个球员 在主场赛 有些还在最终的赛 来进入赛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六或七个球员 从中国 除了五六个球员 从全世界赛 在武汉 创立于2014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 是WTA超五巡回赛中的一战 今年赛事总奖金 升至282.8万美元 单打冠军可获得900分世界排名积分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